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数据科学与云端运算 视觉划分期 也就是visualization 我是今天的授课讲师 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今天其实已经是我们第三次的课程 关于数据科学的视觉划分期 在视觉划分期里面 我们会先从选择类别开始盘起 然后介绍脑中锋的类别的特色 企图寻找出每一种不同的特征 以其未来去做预测或分类 还有如何运用视觉划分期 视觉划分期里面常用的直条图 线性图 散布图 这些图片的使用时机 再来因为介绍Power BI这一套商业智慧软体 它最强大的功能就是在于互动式爆表 然而它在这几年来不断的推出一些新的想法 像自动分析 关键影响因素 还有分割数 这些都是希望在今天的课程中跟各位分享 不免还是要做一些函数的教学 我们先确认一下课程的一个研究目的 准备好了合成脑中锋资料里面呢 我们企图了解到它有非常多的特征 举例来说有昏迷指数 有血压 甚至有发炎 白血球指数 红血球指数 以及更多的一些类的实验数值 那我们能否从中找出最有相关的数值 来去做预测脑中锋的类型 如果我们可以侦测到病患是属于出血性脑中锋 那我们就可能可以在第一时间 将病患送至适当的医院来进行处置 接下来我们来看机器学习 其实这是一个统计的一个概念 我们当然会先拿历史资料来去做分类 分类之后 我们当然要去找到它有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很多很多的特征 然后透过这些特征 然后我们来去进行预测或分类 那这个模型是什么呢 因为几乎都是数值 所以到时候应该是使用线性回归的方式 来去做预测 那这边就要讲一讲资料视觉化各种的图表 我们可以依照统计的目的来去思考 例如当我们今天想要进行比较 好 例如说两种不同的类别比较 像这边群组直条图 还有像雷达图 折线图应该都是非常方便 我们来去做说明 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寻找relationship 也就是关系 那我们可以透过两个变数 而且是数值变数 画出的散布图 然后再去寻找它的一个回归的关系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知道资料的分布 那其实我想这个histogram是最常使用的一个方式 然后可以如果画得非常细致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分布情形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知道它的一个组成分子 也就是去了解它各个特征所占的比例 那您可以发现以整体百分之百中所占的比例所呈现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圆形图 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不同的类别 然后这边有多少是属于这个类别 那还有一种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做干特图 这个干特图因为它有加了时间的因素 然后不要忘记视觉化分析最重要的两种颜色 绿色绿色绿色代表上升 然后红色代表下降 所以我们可以在不同时间去看到 说它的一个上升下降的变化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觉化分析 那我们就要来去看 怎么样去找一个合适的视觉化分析软体 帮助我们进行大数据分析 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是介绍Power BI 过往都是使用Cable 那我们今年也来听听看Power BI这边 它如何实现大数据分析 Power BI的最大特色当然就是要去画出这些图 而且除了画这些视觉化的统计图表 还有它有很重要的互动式 互动式分析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当我今天我点选在这个树状图里面的这个选项 所有其他图都会跟着直接改变 干特图会改变 还有像这个横的群组直条图会跟着改变 那这个是关键影响因子 当然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简单说这个Power BI软体呢 它就是互动式的一个统计图表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以实作的方式来让各位理解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视觉化分析 首先当然我们先打开Power BI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几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自动分析 微软公司在这个Power BI上面 它增加了很棒的一个自动分析功能 还有关键影响因素 那关键影响因素 我又再把它稍微区分 有座分类跟没座分类 它所呈现出来的情形 再来就是分解数 分解数 可以在这个地方很轻松的了解 各年 各年间 那个例如说 初觉性脑中风 它与发炎之间 在年轻人 然后有无发炎 这边的一个关系 好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去做 所谓的一个 视觉化分析 就是集结 刚刚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分析的因子 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好 首先 我们还是回归回来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取得资料 所以 我们可以取得资料 怎么做 取得资料 常用 取得资料 然后 因为我给各位的 这个合成资料 是用Excel的复党名 然后接下来 就请找到 这一个范例 好 在这个范例里面 要请各位 先选择 基本资料 就好了 然后点选 载入 接下来 它就会去 慢慢把这些资料 载入进来 然后它说明 这里面 有 有一个包含错误 好 点选关闭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刚刚载入的资料 是叫做基本资料 基本资料2 然后在这个资料里面呢 我们因为是要去做分析 我这个资料是完全没有做资料清理 那稍后会直接顺便把资料清理一并做完 首先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当我们今天拿到资料之后呢 我们当然第一件事情 我想要去做脑中风的分类 其实在这个地方 脑中风的分类 我们可以观看一下 脑中风的分类 当然就是要去看我们的这个疾病码 在这个疾病码里面呢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它有 例如说430 431 430 如果您去查ICD9 我们其实可以查询得到 430就是指出血性脑中风 431是指挪内出血 好 这个是SAHE 就是430是蜘蛛网膜下腔出血 431是挪内出血 432开始这个432 这是属于其他出血 那433 433开头的全部都是TIA 434请特别注意一下 我要特别介绍这个43490 好 那 这个43490 好 我们先来查一下 ICD9 ICD10查询 例如说这ICD9 对ICD10 我们查询 434.9 因为它有434.90 跟91 所以我们先查434.90 我们可以知道 434.90 这个ICD9的编码里面 它是叫做胃体级脑梗色之 脑动脑梅主射 它没有提到 它是属于脑梗色 但是可以确定 它是把它放在脑梗色里面 只是因为可能拍了照片 看了CT 找不到梗色的位置 所以他医生就没有提及 他的一个梗色的位置 因此这些434.90 我询问了医生 他告诉我说 这些应该是属于TIA TIA也就是暂时性的脑中风 属于比较轻微 那可能很快它就恢复了 所以在影像上 可能会发现 找不到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 我顺便还是想要给各位 看一下434.91 434.91 它就是半有脑梗色之脑动脑 主射 所以当然相对 这应该就是 INFAC 也就是梗色型脑中风 好 那这是必须额外补充说明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回到刚刚的机器学习里面 其实我们想要去做 所谓的一个资料 用例子资料先来去做分类 其实我们就希望说预测脑中风类型嘛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脑中风的一个ICD疾病码先进行分类 请特别注意 434.90 是属于TIA 434.91 是属于INFAC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要在这边透过它的疾病码 好 来建立新增资料行 那首先在这边就是 也许可以把它取名叫做疾病码二 或者是ICD ICD其实就是那些 就是脑中风的一个分类 好 其实应该叫疾病码二 那我这边为了方便 我就取名叫ICD二 ICD二里面 透过IF来进行分类 输入IF 左刮弧 那其实当我们输入IF的时候 只要点Tab键 然后接下来就要去找疾病码 疾病码在满下面的 我不喜欢打字 所以建议最好是用上下方向键 找到了疾病码 Tab键 那如果说它今天是 是小于 例如说430 好 因为它这边的疾病码全部都是给数值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大小的判断 来去做数值的区分 那如果它也就是说 比430还小的 那应该叫做其他的分类 所以我就叫取名叫其他 那如果 接下来这边为了审时 所以我就复制 贴上 假如 假如小于 431 那也就是430 430应该是我们的 SAH 然后接下来小于432 432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的 也就是小于432 那就431 431是 ICH 好 然后接下来那还有什么 还有小于43300的 也就是像这些什么 432 432 好 这些的话就是其他初学 请稍微注意一下 其他初学型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继续 如果是 43300 刚刚写到43 因为接下来要写 434 好 所以小于43490 这些全部都要给他 In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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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梗色型 腦中风 然后接下来就是 434 9 因为 如果小于43491 那就是指43490 43490刚刚有特别讲 它应该是属于TIA 然后接下来就是43492 然后接下来就是43492 也就是指43491 然后这一种的话是属于Infac 那如果 如果比他还要大的 我们就把它归类到其他 然后又刮呼 又刮呼 Enter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一个新的函数 新的函数 那我们现在就来先画一下 首先我想要跟各位在这个地方要分享的内容叫自动分析 那自动分析这绝对是是很棒的一个功能 你想嘛 当我们今天拿到一大堆的资料 他会自动帮我们去做分析 然后我们只要去取得这个分析结果 然后方便我们来去做决策 好 所以第一个我先做这个文字方块 我就取名叫自动分析 然后在自动分析里面把字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毕竟是标题嘛 让大家都看得清楚一点 然后之中 然后我会喜欢把这个边界加宽 然后接下来我就来去画这个分类了 什么分类就是ICD2 疾病码分类 那怎么做这件事情 最常做分类 当然就是用圆形图来去呈现 呈现它 它是属于有几种 就是这一种里面 它有几种 这一种就是说composition composition其实是组成 组成分子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 这些所有的疾病里面 多少的比例是属于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回到这个地方来去观看 点选圆形图之后 我们的类别图力 呃圆形图的话 它叫土力 那土力当就是用刚刚的ICD2 ICD2 所以这里面有ICH 有INFAC SH TIA 还有其他跟其他初学型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应该是用这个 这个 规护代号来去做 规护代号 在这里 它的 它的计算次数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在这边 为了方便大家来观看 所以我稍微把这个数值 数值 也就是详细资料 这旁边 这叫详细资料 可以把它这个详细资料里面 例如说小数位数啊 小数位数我只要给它一位就好了 其实 其实给它零位都可以 不需要给到 呃很 小数位两位 那刚刚 这个 小数位这个 百分比的小数位给它零位 好那我们大致上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在这里面 这里面 它告诉我们说 ICH ICH 多少 ICH 它大概占了37% 然后 INFAC 占了30%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 ICH 在这一个 1690个病患里面所占的比例最高 呃这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它算是一个组成分子的一个分析 但是我还是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再把它改成 例如说直条图的方式来呈现 这样的话更容易有大小的区分 不过在这个地方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光是ICH跟INFAC约在所有脑中风比例里面的三分之二 好这个是呃就是这家医院收案所得到的一个特征 好了我先把它的标题先打好标题 方便我到时候来去说 例如说这个标题叫01 什么图呢 就是什么的统计 就是ICD统计 好到你 你可以讲更清楚一点 那这边 我就先暂时做成这个样子 这是ICD的统计 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这里面疾病的一个分类 好大致上得到这种情形 那我说 我觉得这张图如果把它改成直条图 其实会更容易观看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如果把它复制贴上 就不容易观看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请把它改成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看出来这件事 ICH所占的比例 所占的比例 所占的次数 因为这边直条图画的是次数 如果你要呈现比例 好那我还是先把这个资料 资料呈现出来 这个资料在这个地方 一样在格式底下资料 我们就可以呈现出它的一个数量 如果你要呈现是比例的话 那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图 这张图 视觉效果嘛 这边的栏 先把值改成用比例的方式 所以这边有一个 这个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已经有百分比了嘛 所以我当然在直条图 我就不要呈现 不要呈现这个百分比 所以我会把它改成将值显示为 没有任何计算 通常这个不叫视觉化 视觉化是要帮助我们 更快速的去看懂这张图 所以我们会增加个颜色别 举例来说最大的值 我们用绿色来呈现 或者是蓝色 最小的值 我们用红色来呈现 或者是商业智慧里面 已经约定成熟 那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 那个也可以建立 我们的医学智慧嘛 所以我们用蓝色 这个蓝色我觉得很漂亮 跟什么红色 来去显示我们的大小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做 它的视觉化的部分 所以点选这张统计图 然后针对格式里面的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 上面一个资料色彩 资料色彩 因为现在全部都是用单颜色 不好看 所以我们把所有颜色都打开 千万不要在这边手动设定颜色 这样设定方式非常不好 而且它不会随着资料改变 而有变化 所以我们透过写函次 但是它的函次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点选操作 所以点选这个预设色彩 在全部显示这边预设色彩的 function 点下去之后 我们视觉化几乎大家都是用 所谓的一个色阶 然后色阶这边我们的这个依据 当然是要依据 依据谁呢 依据所谓的一个归户代号的技术 就是病患数的高低 为一个依据 然后最小值 最小值记得就给它 在这所有颜色里面的这个颜色 那最大值建议就用预设的 当然黑色跟白色之外的一个彩色 当然就是这个颜色 好 所以这个颜色根本就不用动 然后建议是发展 然后我个人比较偏爱 中间不要转到彩色系 我中间比较喜欢用的是 浅浅的灰色 因为底色是白色 所以如果看到那个浅白色 其实那就是属于中间 中间应该是属于就是大部分 绝对不是95信赖区间 所以也就是不太需要注意的部分 透过这种方式 让我们的视觉化可以呈现得更好 然后这边我们就点选确定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其实在那个脑中风分类里面 谁说会发生的次数会比较多 答案就是ICH 那比较少的是TIASH 好 当然啦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这家医院 这家医院收到的这个脑中风的病患的特色 主要是以那种很危急的ICH为主 那可能是因为地缘的关系 这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 并不代表全台湾脑中风病患 就是会发生的情形是如此 我们拿到的是大数据 所以针对这个大数据 我们会去做所谓的一个时间分析 透过时间性的特征 举例来说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像我现在想要去分析 ICH INFAC 这两种不同的特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理论上在各年间 它发生的这个次数啊 应该是会存在一个连续变化 也许它是维持不变 但是你想不可能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一定会上上下下一个起起伏伏的变化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性特征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如何来去做就是各年的这个脑中风类型的一个分类 那当然首先空白地方点一下 建议我们先画这个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好 为了方便各位解释 所以我先把它放大 等一下 当然我右边我都会希望有放一个区域 让各位知道就是说 这边是要写知识的 首先呢 我的轴是时间 时间那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我们应该是以什么时间为主呢 这边来去看一下 这边一个时间都没有 好 你应该知道就是 它这应该是时间上急诊减伤日期 减伤日期应该是最先发生的日期 可是它前面放了一个c的码 代表我们应该要去做这个 所谓的数值的清理 所以我们点选转换资料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个基本资料2 然后去找到 急诊减伤日期 它呈现是123 好 那我们就直接做这边先做转换格式里面的修剪 然后接下来再去做转换资料类型日期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急诊减伤输入日期 真实的日期 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急诊减伤分类日期里面 它取1000笔的资料来去看一下 里面通通都是日期 没有错误 也没有空白 然后相比的日期有521个 也就是说平均 平均这边一天会收到可能是两个病患 好然后脑中风病患 然后接下来就这边最小值是2021年1月1号到最大值2014年2月12号平均的日期是这一天 那其实我们的资料是2012131415这四年的资料 好所以还有很多资料没有呈现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 它这里面它分组依据 它可以用值也可以用年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个2012年大概有多少比 2013年有多少比 为什么要这样呈现呢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先判断一下 说我们取得资料干不干净 好那我们就暂时这个日期的清理介绍到这边 我们就先离开 那接下来呢 我们当然就是要勾选急诊减箱日期 所以勾选这个急诊减箱日期 好它就会放到这个轴 那我们的值 我们的值要放的当然就还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病患的人数 也就是归户代号 归户代码 归户代码如果你打勾它一定是把它当文字 文字只能放在图里 文字它不太会放在值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只好刻意用拖曳的方式把归户代号拖曳到值这里面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内容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应该是要去做所谓的一个视觉化 所以我们很快速的去资料色彩分析里面 然后色阶按照基本资料2里面的归户代号 归户代号技数 然后最小值记得用红色 最大值我们用蓝色 然后一样用发散中间给它归一色确定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因为它最高 如果这个是深蓝 然后浅蓝 然后浅红到深红 那你就很明显的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值越来越小 好了 不过为了让你们看到 所以我还是画一条趋势线 用分析底下的趋势线 加入你就有这条趋势线了 其实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姿势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脑中风 它发生的一个收案的定换人数呢 是逐渐在减少的 好 逐年减少的 然后接下来 好 除了逐年在减少 2012到2015年逐年减少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来观看一下 好 那从464减少到363 好了 我还想跟各位刻意来去看 它这上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探索工具 像例如说这个这个是连多向下探索 多向下 这个叫连续向下 什么叫多向下 点一下它 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四年四年 例如说2012年第一季 加2012年的 2013年第一季 加2014年第一季 加2015年第一季 所得到的总和 那其实可以发现 好像以季节性来说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 其实也424 428 424 414 所以 这家医院所收到的脑中风病患 好像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差异 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检定而得到 那我们再点一下 我们可以去做月 但月 望月的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4月跟July 7月 它是相对比较高的 还有还有这个10月 那这个时候 目前我们就会想 好像有些人觉得说 那个天气冷的时候 比较早清晨可能比较会发生脑中风这件事情 但是还是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医院 医院收案的一个特征 所以也许这件事情 并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呈现 因为假设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医院 那很多像那个各个外县市 他没有教学医院 他可能就是遇到像ICH 奴内出血病患 他可能就赶快送过去 好 所以事实上 其实在全台湾 那个INFAC 就是梗塞型脑中风 它应该出现的比例是 超过7成 那ICH大概不到2成 可是这家医院可以看到 他收到的ICH 浓内出血病患是非常多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至少我们可以进行所谓的一个什么分析 就是月分别 但月望月的分析 这样一看就一目了然 好 那其实这些都可以刺激我们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想法 好 那在接下来我们回来回复到最上面 我们来去看这一个 这个叫做连续向下探索 当我们看到连续向下探索 他就是把2012年第一季 2012年第二季 2012年第三季 2012年第四季 2013年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所以其实可以发现到这种连续时间来看的话 他的人数有这样慢慢的这样子减少 慢慢的减少 好 那请问一下 假如说我们今天那个像脑溢血 脑溢血其实在脑中风里面 它是属于最危机的 我们就会希望说去查脑溢血 也就是ICH 它的一个这几年的变化 有没有增加 好 因为毕竟开颅手术的这种处置方法 应该是最好是到就是 就是比较大型的医院去做会相对比较好 不过一般那个地区医院可能也因为设备不够 而没有进行这个开颅的手术 好 那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 好 如果以连续时间来去看 他可以他可以看得出来 数量其实慢慢在减少中 好 那不过这一年减少的特别多就是了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我们其实有看到 好像这个地方就是开始震荡了 好 就是这边好像减少 这边有开始减少 就是这个时间点有在微幅的下降 降到这边之后好像就持平了 好 只是大概要知道一下 它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变化情形 好了 那我接下来当然就要介绍 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 哦 对了 再补充讲一下 既然有淡旺季 淡旺月的分析 能不能做淡旺日的分析 当然也是可以 那各位刚刚应该点这一个 这个是 这是年的分析 这是淡旺季 淡旺季应该基本上数值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再往下是淡旺月 那再点下去是不是淡旺日 所以大概大概在这个地方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很特殊很特殊的一点 就是居然居然这个数值告诉我们说 这个日期啊 月头 月头脑中风这边发生的一个情形 那人数啊是相较于月位来说 可以发现它呈现这种情形 好 不过这只是最佳医院所产生的这种特征 自动分析了 我们可以在这张统计图表 这张植条图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就是这一个年 这一个年它是在减少 也就是说这个脑中风的资料 它是在减少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滑鼠右键来去分析 去说明减少的情形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想大家应该就要去关心 关心什么 这个地方就要关心什么 说明增加的情形 好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 因为它比前期多 记住哦 如果你今天不是依照连续时间的特色 它就不能进行所谓的一个自动分析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你看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2015年 它的脑中风的人数在减少 那我们当然就会想要知道 你看像这个圆形图 它有一个特色 这种特色 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到底谁在增加 谁在减少 那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改成 这一张图 不要去看这个人数 而是把它改成看那个 总计百分比 当我点一下它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 2015年 这 这几种 这几种 在增加 还有ICH 也在增加 2014年呢 它这个比例 40% 它也是在增加 那2013年 它 接近持平跟平均来做比较 2012年它是少的 所以其实 从2012年少 然后到这边持平 2014年变到40%增加 然后2015年42%增加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说 ICH 它这一个类型 在逐年增加 好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 我们应该 呃 要知道 就是 分析的是 这就是所谓的 互动式 报表 可以告诉我们的 是 那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 就是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 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要给它非常多的特征 但是实际是太多了 所以 它在这个地方 就紧就前面几个栏位 来去做自动分析 所以它在这边 它讲的是 在这个地方我要介绍 这叫干特图 干特图 绿色 绿色 代表的是增加 红色 代表的是减少 意思就是说 像这边 它说 这个 呃 这个疾病呢 它与急救 与急救 与急救 然后在2014到2015年之间的一个说明 2014年到2015年可以发现增加了55个 可是 这个是什么 空白 没有登记 是急救 或不是急救 那跟前一年比较 2015年 就是说 这个病患 是不是急救 来的 针对处这边 它减少了3个 然后 不是 减少了77个 好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 可能的基本猜测就是说 可能这个空白啊 空白是塔 好 就是前一年没有空白 今年多了一大堆的空白 好 我们在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呃 挑一个可能比较有意义的 它这边说 你看像身高 身高 好 嗯 2015年 在身高170 发生脑中风 有增加9个 然后 有增加4 152公分的 有增加4个 好 151公分有增加3个 然后 减少165公分有减少5个 那 可能身高跟血压的高低 存在什么关系 这不是我现在所想要讨论的重点 我只是要解释 它所分类出来自动分析的内容 我们 比较可惜 它就是我们给的资料 前面给了很多的 像例如说 科别啊 还有像那个 呃 院区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就说 2015年哦 INFAC 减少 很多 哎 这就是刚刚我要强调讲 很重要的重点 INFAC 减少 那 SH 增加很多 2014到2015 SAH SH 是 蜘蛛网膜下枪出血 不过 呃 蜘蛛网膜下枪出血 有时候可能会伴随它是不是车祸 呃 导致 好 当然我们是要分析那个 自然发生的 SH 为主了 好 那 在这个地方可以发现 这一年 2015年 ICH 是减少的 就是跟2014年来比的话 然后INFAC减少最多 减少29例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住院号 这可能就比较 不是我们想要请他来分析的 好 但是 建议各位 其实你可以试着把某些欄位 干脆就直接拿掉 举例来说 像 像我们这里面 好 我先结束这个自动分析 像我们这里面有很多 其实 真的 有这些资料很好 但是 没有 其实也无所谓 呃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 疾病 呃 挂号科别 好 然后 疾病序号 还有 组诊断 只是 是不是 重大伤病 举例来说 这里面好像全部都是 空白或1 好 那变成就是说 它的资讯量是不够的 好 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谓资讯量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分析这件事 好 不要小看了这个 自动分析 我要先把自动分析先缩小 因为 我要跟各位介绍功课 功课 功课 所谓功课 就是希望你们回家的时候 能够去把这些知识都写起来 建立好这些知识 真的有助于日后 假设你有新资料放进来 它图自动画完 你就可以去有一个比对的依据 好 我们现在先写一下看知识 首先在这个地方 插入文字方块 好 例如说 我现在可以用20字 20字型大小来去写 例如说 那个 ICD 分类 以 ICH 最多 多多呢 629 个案 好 其次 其次 是 inbuck 有 512 例 512位个案 好 那 这个是01 这张图 图 告诉我的 好 这个 这个 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 这张图 这张图 我们也把标题给你 好 标题 这张图的标题 叫03 好 各年 各年的 各 那个 等于说 各案数 统计 然后 一样 我喜欢 自中 把它自射到 20 然后 接下来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那02 最好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每张图写个三张 好 三个知识 写越多知识 其实对你越有帮助 然后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 第二张图 其实是要去谈它的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 以哪两个为主 好 其实上面这边可以继续写 以 就是 这是ich 跟infark 这两个为主 它就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了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第二个我想写是03 逐年下降 就是 收案 收案 人数 逐年下降 好 第三 其实 其实我会希望 如果可以的话 你自己来去看到这件事情 其实 这个 从这个地方降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差不多有100例的减少 可是你看 在这个地方 它就直接掉了多少 从 475 降到 388 它 约降了 80多例 所以 理论上 应该是一年25 因为这边是不是100 464 跟363 插了101 例 那你除以4 大概 这个gap 好像会比较接近 25 这个就远大于25 其实 其实 其实我们就会想要去看一下说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形成gap 好 所以我这边想写2014年降幅相较于各年平均是最大的 好 我只是要说明这件事 当然最好能够分析出来说 这边是什么类型减少最多 其实这件事情不难去做 好 真的不难去做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把这些值改成什么 改成统计 总计百分比 好 例如说ich 来去看一下 它从28.46 这边跌了大概4个百分跌 然后infark 哦infark就多了 infark跌了大概10个百分跌 10个百分跌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infark它的跌 它是一个很接近这条线的跌法 好 所以这个会很接近 就是真实 真实 这提供给你参考了 因为它在减少 所以整个都在减少 可是有没有发现 这个infark是主要减少的依据 好 这个知识 您觉得宝不宝贵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那记得 我希望你每一张至少写个三点知识 好 接下来自动分析介绍到这边 我想 关键影响因素 好 那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复制 复制 就在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点选关键影响因素贴上 那这边我要做的不是自动分析 而是关键 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 当然也是 也是就是我们要继续针对这个脑中风的类型 来去做关键影响因素的讨论 所以游标移到空白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点选 点选这个 关键影响因素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楚看到 我还是先把它放大一点 首先我要分析的当然就是脑中风的类型 也就是刚刚我写的这ICB2 ICB2 这边我想要分析的是ICH 然后它会自动的勾选 之后自动放在分析里 那说明依据呢 你就可以勾选 你觉得可能的影响因素 脑中风会不会随着那个年龄而有不同的一个影响 如果有我们就先把它勾选 还有像在这个地方 他就说ICHO 比较有影响的是什么 0到60岁 这个age呢里面都是数字 还没有进行分类 记得就是我们要把很多的资料先贴标签 举例来说我们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 50岁以下的就是壮年 还有50到65的成年65岁以上 例如说再把它分成一个年龄族群80岁以上 好贴了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节省很多印算的时间 那现在我完全不去做标签 我就先直接把例如说age来去看 他就自动帮我先算出来说 这个0到60岁 它跟ICHO的影响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背后运算的那个数学算法是x ratio 因为我们是拿历史的资料来去回顾 好那这边算出来的倍率是2.24倍 这个x就是倍 那我们再去多看几个 举例来说 我们看一下呼吸次数 呼吸次数打勾 他会自动放在说明地区 他这边就说呼吸次数为超过15次 好这边可以得到一个资讯 就是说超过15次呢 他对ICH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好这是他电脑算出来 而且他还比age来的大 然后再例如说 我们应该知道血压嘛 血压好来看看血压跟那个 血压跟什么的关系呢 血压跟ICH的关系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可以看到血压B 血压S是SBP 血压B是BB 好 BBB就是输张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输张压他这边说要超过108 跟ICH的关系是2.29倍 也差不多是2.3倍 好那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 血压S 血压S 血压S的话 血压S的话是要超过185 好它的倍率是2.24倍 跟ICH的关系 好那其实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现在我们连算都不用算 他会自动去帮我们去算出来说 好只要你做勾选 所以 举例来说 跟昏迷指数 我们这边有昏迷指数 1 打勾 M 昏迷指数M打勾 昏迷指数V打勾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昏迷指数1 是在0到2 好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没有0啦 就只有一分 1234 好1的话最多就是1到4分的评分 然后他这边我们可以点一下 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如果有昏迷 他跟ICH的那个关系2.44倍 好 那讲到这个地方 我想应该不难去 发现他 他这边的一个便捷性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我们通常会把这个昏迷指数加总起来 我们是去看 比如说昏迷指数 那个总分是多少 14分 包含14分以下的 我们就是有昏迷 15分就是总分 就是没有昏迷 好我们还是先新增量值 把那个昏迷指数 这个函数先算出来 昏迷指数 GCS 好 所以我这边我就先说GCS 因为他不是分类 他只是总分 GCS的总分 等于什么呢 一撇 用一撇来去呼叫 呼叫昏迷指数 应该在门下面 因为他是中文字 这个昏迷指数 这个昏迷指数 如果你用方向键去找 找到 那你就滑鼠点两下 好 然后加一撇 再继续去找 昏迷指数 V 加一撇 一撇在Enter的左边 昏迷指数 M 然后Enter 这就是GCS的总分 所以我们还不如说 直接不要看这三个 当然我们也可以细项的来去 算昏迷指数 哪一项对ICH的影响最大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三项先关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勾选GCS 这边都按照英文字母顺序 所以G在这边 好 打勾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 GCS是0到8分 其实应该 应该 这就是非常严重的重度昏迷 重度昏迷跟ICH 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关系 2.32 通常大概超过0.5 这都是我们 应该要好好来去分析的重点 所以他这边他已经 告诉我们那几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ICH 他跟呼吸次数 呼吸次数是多 超过15以上的 很有关系 再来就是昏迷 昏迷 而且是重度昏迷 就是8分以下的 好 然后血压 血压要低BP 缩张压超过108 各位知道 就是缩张压 如果是正常的参考范围 正常人参考范围是70到90 年龄 年龄可以发现就是60岁以下 其实各位 大概知道脑中风好像就是跟年纪大 然后血管脆化可能会比较有关系 但事实上 你有没有看到 在ICH 就是奴妹出血 它跟年轻是有关系的 再来就是呼吸次数 0到15 这个 这个关系也很大 所以呼吸次数 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再来血压 血压 血压 SBP SBP就是收缩压 要超过185 也是很有关系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知识 什么知识 那个呼吸次数 昏迷指数 血压 收缩压多少以上 还有年龄 年龄是年纪轻 这些都跟ICH有关系 所以知识 一定要 一定要写 一定要写 那 左边 左边 我还是要强调讲 时间特征 太重要了 这个时间特征 我们可以来去看一下 这边我没有放时间 所以我必须要把那个03 也放过来 放这边好了 把它变成长一点 所以这边放那个 左边这张03 复制 常用底下复制 然后在这里贴上 例如我就想要去看各年嘛 各年 那这边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我 这是针对所有的ICH 来去进行的特征萃取 那点选2012年 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到 它这边还是告诉我们说 像GCS AG在56 所以以下 血压 那个DBP要超过 超过108 SBP要超过190 因为有些重要特征 其实不太可能会改来改去 但是如果万一它有一些调整 这其实都是我们应该要特别去关心的 好那其实在这边你看 像年龄 GCS SBP DBP 跟这个ICH 很有关系 好 所以 不晓得各位 各位 可不可以理解我这边所写的 重点 好 昏迷指数 血压 有看到吗 这个特征 我们来去预测 脑中风类型 那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如果是2013年呢 好 一样看到GCS AG 这个是DBP 这个是SBP 好 然后2014年 2014年 又有稍微增加多出来一个 也没有多了 反正就是这个是DBP SBP 还有年龄60岁以下 还有这个是GCS 可是GCS 从最高 跑来第四名 能不能想一想 为什么 为什么 好 再来就是又是另外一个DBP 170 对不起 这应该是SBP 172 到218 好 那 2015年 基本上 原则上都是这些了 只是 有没有发现 就是 2012年 2013年 GCS 都排在最前面 然后2014 2015 GCS 排到 就是 不是 这么高的 影响 好 这都 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值得 我们来去 再 再去跟 例如说 医生 还有一些 就是 研究这个领域的 专家 我们再继续去探索 好 去脑力激荡 好 那 当然 请问一下 SH可以这样分析 那 我还是把它切换到 4个年度 那 可不可以分析 INFAC 好 我们来去看 那INFAC INFAC 他这边 INFAC 他跟什么有关 他跟 如果 血压 血压S 也就是SBP 超过71 好 超过71 好 他就已经 很有关系了 再来就是 呼吸的次数 呼吸次数 11到21次 好 他很有关系 但是 各位要知道 就是说 呼吸 呼吸 的次数 正常来说 应该是 8到 20 8到 20 或者是 有另外一个 说法是 12到 20 你们自己也可以 去测测看你 一分钟 需要呼吸 几次 好 自己 看看能不能 自动的来去测量 那 如果 大于21次 以上的话 就叫 船了 但这边 这边 这边其实 可以来去思考一下 正常的 呼吸次数 然后 他跟 inbuck 有这么高的 一个 比例 关系 再来就是 水压b 他是在 就是 因为 这个是 dbp 108 以下 108 以下 那 这边 也有看到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年龄 年龄 好 刚刚ich看到 是60 0到60岁 就是60 岁以下 这边是超过60岁 好 就是跟年纪大 是比较有关系 然后接下来 这边有看到 GCS GCS 是超过 14 超过14 也就是正常的人 咯 也就是没有昏迷的人 好 他这边 呃 可以看到有一个 他是跟 inbuck 有关系 那既然 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可不可以 透过 像 例如说 这边 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些资讯 GCS 是 15分 好 还有 年龄大于60岁 以上 是inbuck 那 如果是 GCS 14分 包含14分 以下就是有昏迷 还有60岁以下 就是ich 这样子的话 有了这样子一个特征 可不可以来去做预测 好 我想 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从这个关键影响因素 告诉我们的资讯 我就希望说你们把它记录下来 对你们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样节省了好多的时间 各位 我有很多都没有点 举例来说 ALT 肝的指数 ALT AST 肝指数 还有像 BUN 什么 肌肝酸 还有像 像 那个 HCT 然后 HDL 什么高密度 胆固醇 还有LDL 还有 还有MCH MCV 非常多 红雪球指数 等等 好 我想点一个segment 给你们看一下 还有WBC 因为等一下课程我会讲到 所以刻意的去点点看 他就会自动帮我放在说明依据 你看一下segment segment 他这边他的倍率是不是很高 WBC 倍率是不是也很高 就是说 ICH 他除了跟昏迷 昏迷 有很大关系 跟呼吸 呼吸 食物以上 有关系 他也跟什么 有没有发炎 有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WBC 超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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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像 那个segment 是 那个WBC 我们把它区分成 那个5个部分 好 那他说 这些都会跟 ICH 是很有关系的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我直接放的是正常的数值 那我们现在其实应该要动手来去做 用一些就是把数值贴标签 也就是做分类 然后放进去看他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先把这个关键影响因素复制 把它变成叫做2 接下来我还是要回到机器学习里面 他真的很少会去做所谓的一个就是直接把数值丢下去来去做计算 那举例来说如果我把WBC区分为0到4 还有4到10以及10以上 好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0到4是不好的 4到10是正常的一个白雪球指数 那10以上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有发言这件事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 这个 以白雪球指数来去划分 所以我先做所谓的分类 那就去产生一个WBC2 透过滑鼠右键点选WBC 然后新增资料行 在这个地方 我就取名叫WBC2 因为2是我定义叫做分类 假如 输入 输入了IFTab键 诶 教各位一个很小的技巧 因为我要取用WBC嘛 好 也只有栏位名称是英文才有这个好处 所以我当然就输入WBC了 你看WB 他这边只有跳出一个 然后Tab键 好 那如果说他小于 事实上白雪球指数不太可能为0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他假设算出来真的为0 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说他算出来是负数 那更不可能 所以我就把它设为小于0.1 然后我就要取名叫做不合力 然后接下来IFTab键 4 都好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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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WBC 小于 4到10 04 到10 然后 假如 W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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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键 小于 50 那就给他 10 到 50 这些是有发言 然后其他 就把它视为是不合理 又刮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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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一张图 我就不想要放谁了 放WBC 好 我就可以把这张图 里面的WBC 拿掉 然后 勾选 勾选WBC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 它在这个地方 它显示 WBC WBC 是 这边可以看到 应该没有了 最早的 这个字 我觉得 其实 其实最好是这边全部 你看 这个英文字跟中文字 这中文字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相对比较小 建议全部都是英文字 会比较好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 WBC 10 到50 这边 它 这边告诉我们什么 它说 这个跟ICH 是 比较有关系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也有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WBC D 若为 4 到10 也是 跟ICH 有关系 1.4 不过这个比较有关 所以我们点一下 所以其实看到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其实还是在讲说 它比较有关系 10到50 是比较有关系的 好 那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 假设你现在点INFAC 你就会发现 好 INFAC里面好像就没有记载WBC 你看 你看 这边反而记载INFAC 是4 到10 就算说 有发言跟它 也是比较没有关系的 好了 我还是切完回来 我们的ICH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 还可以做什么 GCH的分类咯 呼吸我就暂时跳过了 好 因为呼吸次数 这一次课程我并没有讲它 来 我们看GCH GCH 来做分类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行 这叫出力化分析 等一下我们都需要使用到 好 所以一定要先建立好不同的分类 IF 然后GCH TAP 如果说它小于 它至少要大于3 因为EVM 如果通通没有反应 医生这边会针对昏迷指数 各给1分 好 所以它至少要小 至少要有3分 好 那还有另外 就是说 假设它断 就是断掉 那个 例如说 肢体 医生没办法测量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会用 例如说 UN 来去 显示 或者是 例如说 96 来去显示 它无法测量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称为叫 不合理的数值 那 假如 GC S GC S 是小于8分 好 我就要给它 就是 03 到 07 这个叫重度昏迷 这个叫重度昏迷 所以我刻意这边加一个重好了 重 再来 if GC A 10 然后 小于 12 3 4 5 6 7 这样5个 然后 8 9 10 11 4个 然后 接下来 轻度的话 就是 12 13 14 我是这样记的 因为 别人论文 他有把它 做 做分类 为什么分成 这三个阶层的分数 都有去做一些讲解 好 那这边 这边叫做 0 8 到 11 8 9 11 斗号 接下来就是 if 10 10 GC A 4 小于 15 然后 这个就是 12 到 14 F G C A 我喜欢 10 我喜欢多写 等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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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叫做没有昏迷 好 没有 昏迷 无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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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这些就是超过15分的就叫不合力 你看最右边这个右刮弧 你看最右边这个右刮弧当你按满的时候左边这个左刮弧是产生对应的那我们来去看一下针对针对针对这个叫做中度昏迷 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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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 改成GCS2 好,我们现在也去看 针对 针对这边ICH 然后 GCS是03到07 重度昏迷 它这边它跟 ICH是很有关系的 那它 它的那个值 是2.28倍 2.28倍 还算很有关系 好 那依此类推我就不再去做 但是 我只是要刻意的 去强调讲一下 我们其实在分析的时候 会希望把这个分析的结果 分析的结果 类别化 然后会 方便医生 来去做一个 就是说 判断的依据 好 这也就是希望各位可以去想到有一个算法叫做决策术 决策术 也就是说 假设间有昏迷 而且是有重度昏迷 然后它会跟ICH 奴内出血 是很有关系 这件事 好 那 接下来还要再做年龄 年龄 以及 那个血压 血压 我 我再继续做 因为 这跟我下一章要介绍的 这个 分解数 是 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现在继续做 年龄 好 那当年龄的分类就是AGE2 AGE2 假如 AGE AGE TAB键 小于 因为 在这个地方 我不玩那个 年 就是 儿童 那 我们在这边 小于15 付税 好 就是 不予计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小于15 这个叫做 其他 然后 假如 AGE AGE 小于50 这个是 15到50 假如 AGE 小于65 50到65 我喜欢 我喜欢写 连最后一个我都喜欢写出来 AGE 小于99 小于99 就是80到99 然后超过99岁 我就把它定为叫 其他 又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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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 最好 其实也应该尝试做一两个错误 我随便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这个逗号万一没有打到 好 你有没有发现通常他这些叙述告诉我们的一个文字的提示很难懂 但是但是麻烦请看一下这个波浪号 波浪号的前面一定有问题 所以你就去想一想在这个地方应该要加一个逗号 好 就补一个逗号 然后呢 我遇过很多同学明明就已经加了逗号 然后呢 他就 他就 一直 一直 停留在这边问我说 老师 我觉得好像没有问题了 确实没有问题 你看那个波浪号就没有了嘛 可是 他还是 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下一步就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按一下 Enter键 就好了 让他来去跑正确的内容 好 那我们现在这里面 这一张关键 影响因素表 我们要把原本的A矩我们就拿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勾选A矩2 然后我们下来去看哦 针对A矩2我们是不是刚刚有看到年轻人 这个年龄在这里 15到50有看到2.00倍 好 所以 所以 ICH 他跟这个 15到50岁的一个 就是应该叫做 反正 反正不是成年 成年人的定位好像要稍微再大一点 反正就是跟15到50岁这个族群是很有关系的 这个 这个 就麻烦请各位 再来去观看 那我还要再继续做SBP跟DBP 记住 这就是那个贴标签的一个做法 好 那 为了上课方便 其实我还是把这个名称改掉 像这个叫做血压B 重新命名 我把它改成叫DBP 书张压 然后 它等一下就跳到上面去了 滑鼠右键把血压S重新命名 叫做SDP 好 那 这边放的是那个值 不是放分类 好 不是放那个文字分类 所以我们来去做一个调整 我先做DBP 然后新增资料行 把DBP做资料分类 DBP2等于 if DBP 小于 因为 因为 假设我定义20以下就低到太低了 但是 万一 万一 它那时候已经是在 就是 真的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们定义 假设是以1以下好了 1以下 好 这叫不合理 或者是叫 其他 然后 然后 假如 dBP 小于 70 因为它正常的参考范围 正常人参考范围是70到90 所以我就定义 所以我就定义了 就是说 例如说 001到070 然后 记得那个两点 假如 dBP 1呃 tab 键 小于 90 这个是 070到 090 假如 dbp 效于 120好了 应该是110 然后是 这个应该叫做 090到110 假如 140 那这就是110到140 然后就是140 以上 看一下 有没有忘记打的 红色 好 Enter 为了方便纸件 先把它复制 然后再新增 叫做sbp sbp 小鱼 就要其他 然后 这个sbp 小鱼 就不是70 因为它的正常范围 因为它的正常范围 应该是110到140 所以这个d值 应该是110 1 然后 1 接下来 sbp 小鱼 140 140 的时候 所以这是110 到140 140 然后180 140 到180 220 那这就是220 那这就是180到220 那这就是220以上 好 这是sbp2的分类 然后接下来 我就可以把 这张关键影响因素里面的sbp dbp 都拿掉 然后接下来勾选 dbp2 还有sbp2 s在满下面的 好 贴完标签 做完分类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 可以得到更正确的一个 一个影响因子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sbp 140到180 它已经对ich的影响 ich的影响是2.54倍 那如果更高的更高的 像那个dbp 若是为140以上 也是2.5倍 然后这边dbp 110到140 110到140是稍微 比刚刚140以上稍微低一点 但是也是被定义为高水压的范围 它是2.08倍 它是2.08倍 但是那个很高的sbp 在这个地方就没有看到 只有看到那个sbp2 如果是140到180 它的比例是蛮高的 其实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可能就是sbp 只要超过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 好 那我们不要忘记了 我们可以按照各年 例如说2012年 我们在这个时候 所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是dbp2 还有gcs 好 dbp2是140以上 gcs是重度昏迷 那2013年 我们得到的是 gcs重度昏迷 然后sbp为其他 为其他 然后接下来在那个 2014年 dbp2 dbp2 还有dbp110到140 以及140以上 都是很有影响的 然后sbp 接下来才是昏迷 最后 最后得到2015年 这边得到的是dbp 若为140以上 还有年龄15到50岁 最后 最后这个年龄冲上来 这个代表这一年 ich 年龄在15到50岁的人 是应该有增加 好了 我们除了要介绍 关键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写出非常多的知识 分解数 在这个地方 我就先 先 先请各位 把刚刚的这三张图 应该是四张 一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好 我是按住shift键 就可以选到四个 然后常用底下复制 然后贴过来 因为分解数是这样子长的 所以我暂时把它 这张图放到这边 这张图放到这边 然后下面 下面我就可以放分解数 右边我可以放知识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分解数里面 那分解数是这一个 它主要就是一个 像组成分分析 好 也就是 刚刚 介绍的图 应该是属于类似 要放在这里 类似放在这里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 怎么做到这件事 分解数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 接下来 点这个 分解数 分解数 好 那我们到底要分解什么呢 例如说 呃 我想要去看它 跟 跟 就是 脑中风类型 ICH 跟发炎 的关系 好 我们来观看一下 首先当然就是我们的 归户代码 归户代码 呃 为什么要看分析 就是接下来其实 刚刚先介绍自动分析 然后接下来我们找到 这个关键影响因素 ICH 它其实会跟我们的WBC 这边 WBC 是有关系的 而 这一个WBC 有发炎跟 ICH 有关 然后跟 INFOC 无关 当然 我也希望说 你再去看说 从年龄的分类上面 它的差别 好 那都很适合用分解数来去谈 不然我先谈那个最简单容易懂的 年龄上的一个差别 举例来说 呃 我们 每一个 病患 那就是归户代号 然后 归户代号 归户代号 我们 建议是用 总计百分比来去呈现 因为我觉得次数不是那么的重要 好 为了方便我们 接下来 检视 好 我们再呈现 例如说 脑中风的类型 那当然就是ICD 这个 好 点选它 打开 所以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知道 这个 所有的这些脑中风里面 其中 37% 是属于 ICH 然后 30% 属于 inbuck 好 依此类推 但我们通常只会关注 比例比例比较高的前 前 两项 好 那这个字太小了 稍微 我把这个字 变稍微大一点 应该叫做 资料横幅 不是 标签 这些都是属于标签 所以我先把类别标签字稍微放大一点 好 因为重点我是要讲这几个 这几个类别 那还有资料标签 不过资料标签在这边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为我们至少很清楚可以看到这个归户代号里面 这个1690个资料有多少是有多少有多少是属于ICH 他这边告诉我说37%是ICH 这是最多的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年龄在年龄上面年龄上面他又是怎么呈现 所以接下来我就可以勾选我的H2 他会自动把H2放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直接打开ICH的H2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ICH里面最多的是什么 是50就是以年龄来去划分这个所占的比例最多 可是您不要忘记了就是说他这个数值变化 数值变化 这个意思是代表说这个没错 如果占的比例是相对11.7% 这有65到80占8.76 15到50岁的也有8.57 其实这两个是很接近的 我的意思是要请各位思考 就是说这个年纪轻的族群在这里面第三名 可是他差距不会很大 你看一下INFAC INFAC我们来去看15到50岁 我只能把上面都先稍微缩小一点点 因为差一点点就可以完整的呈现 好 那我们来去看就是说INFAC的这个15到50岁 你看到他跑到第四名去 而且他所占的这里面的比例其实非常少 好 我只要强调讲这件事 也就是说ICH的这37.22%里面 他15到50岁 他占了差不多9% 9% 也就是差不多5分之1是这样子的族群的人 那可是INFAC呢 INFAC他所占的只有30的2% 可能是7 8 9 8分之1 就是相对人数是很少的 好 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去看 ICH 85 80 以上 80 80 以上 这个ICH 80 以上 可以发现他所占的一个比例 好 5 86 37.22% 里面的5.86% 那INFAC呢 INFAC呢 INFAC 80 这边 这边所占的比例是30.30% 里面的6.39% 相对这个比例就高很多了 好 所以 呃 这个是用年龄来去划分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接着再接着来去划分看看说那年轻人年轻人他的一个发言的情形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再增加刚刚做的WBCWBC2当然可以 然后就放在这边然后我们可以加就可以打开来WBC2 然后我们看到看到说如果说他是ICH 然后就是年轻轻的族群这边可以看到就是10到50所占的比例是WBC10到50所占的比例是最多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差不多大部分都是有发言的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来去看一下那相对于假设年轻轻的他的特征是有发言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ICH然后50到65岁就相对于年纪是比较大的他的最主要的特色最多的比例不是有发言而是在正常就是没有发言的情形的人是最多的那年纪再稍微大一点点这个65到65 所以他也是4到80他也是4到10就是发言正常居多 但是但是不容小规的就是说10到50这边也很高 好然后15到50这边也可以看到都是那个对不起这个就是我要特别讲就是说这个有发言的特别高 那终结一句话就是说年纪轻年纪轻然后就是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有发言这件事 那相对的我们来去看 那相对的我们来去看 INFAC INFAC如果说我们来去看他比较多的是50到65岁 WBC是正常居多 然后80到99岁也是那个004到10 WBC就是没有发言居多 那还有这一个INFAC15到90 那还有最多的最多的应该是65到80岁 65到80岁也是WBC4到10最多 所以 不难去找到这一个特征 什么特征呢 ICH 然后年纪轻 有发言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那我们来去看看各年是不是有这种情形 好 你看在2012年 2012年 我们可以发现 2012年这种现象是少的 这种现象就是 ICH病患 年纪轻族群 然后有发言 他其实是在整体里面 整体里面 虽然他还是最多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 这个 跟整体 跟平均来去看 他其实是少的 20 可是这个现象还是存在 2013年 可以看到是平的 2014年 有没有看到就在增加 大幅增加了 2015年也在增加 但是 应该也不难去看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正常就是 年纪轻族群 年纪轻族群 然后 2015年 他04到10 这也是在增加 好 这以上是 是 嗯 在各年间去看这件事情 都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现象 这 应该会 接近于 就是一个 真实的情形 所以记得 要在这个地方 来去写 透过时间 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事情 然后把这些知识都写完 那我相信 我相信 对于大家 是有很大的帮助 以上呢 是针对自动分析 还有关键影响因素 以及分解数 以及分解数 好 来去做的讲解 那 呃 当然 这边 希望你回去的时候 再去做 还有很多 举例来说 我们的 血压 这个 SBP DBP 那甚至我们可以 例如说 把这个项目里面 的WBC拿掉 我们来去看看 DBP DBP 刚刚被我赶 因为DBP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特征 好 尤其是要去看 ICH 里面的 年纪轻的族群 然后来去看 这么年轻 他就会脑中风 那他的DBP呢 DBP 是怎么样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ICH的 最有影响的 反而 不是 不是那个 很高的血压 好 这边DBP 那我想 换一个 换一个 SBP 15到50岁 好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 ICH 然后15到50岁 然后 他这个地方 就是 8.53% 8.53% 其中超过一半的人 都是 SBP 是140到180 这个意思 意味着就是 高血压的族群 是增加的 好 我只是刻意要强调 讲这件事情 好了 那 我先把它 先把这个分解数 复制页面好了 因为 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资讯 然后 这个分解数 我们进行的分析是 WBC 然后 针对 WBC 而不是 SBP 2 好 所以是 15到50 好 那我想 这个地方 就留下来 给大家 来去写 知识了 这个知识 这个知识 真的是 很宝贵的知识 而且 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 就是 得到 这样子的结果 应该也都是 拜这些 商业智慧的软体 然后提供 我们 就可以 快速的 看到这些图 给我们 有一些 启发 那 我想 就暂时先 介绍到 这个地方